F35升级版Block 4型即将吻石 性能大幅度增强 比早期G20还要更出色 美国终于在战机升级上发力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妖 F35战机是目前为止 世界上产量最多的战斗机 截至7月 美国波音生产的F35总数 已经达到945架 超过了世界其他隐形战机的总和 未来美军列装的F35系列战机 总数将超过2400架 成为其产量最多的五代机 装备横跨海空和陆战队三军 在设计时 与F2明显的 以对空作战为主的属性 设计不同 F35在设计上 特别考虑了多用途任务的设计 除了对空作战 还能够对地对海作战 但在对空作战方面 F35不如解放军 这几年大量裂装的歼20战机 相关研究分析认为 F35是一种多用途中型机 相比歼20这种重型机 飞不快飞不远 也不能携带类似和重型隐形机 一样数量的弹药或大型的雷达 歼20通过引进PL-15和PL-10 空对空导弹 在武器装备方面 获得了明显优势 美国此后投入巨资 通过AM-260导弹等项目 才弥补了这一差距 F35最致命的问题是 在空战中无法对抗歼20 由于其本身的中型机底子 F35搭载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甚至不如F2的雷达性能 和歼20比差距就更大了 而且其先进的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 也无法确保对歼20有技术优势 再加上其空空导弹装备的限制 和差劲的机动性能 面对重型空佣金 F35根本无法预置对抗 因此美军和洛马也在积极谋求 升级改进F35战机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 已经开始推进F35战机 研发成功以来最大的一轮全面升级 为F35Block 4战机项目 就在最近美国的米切尔智库 首次披露了F35Block 4战机的详细信息 其中升级对象是其实五项 重点包括五种 换装全新的APG-85有源相控阵雷达 大幅度升级新一代EOTS系统 武器弹药容量加新弹升级 和升级战机的航电架构 以及发动机升级 F35Block 4战机重点升级的APG-85有源相控阵雷达 按照美方的说法比现在的APG-81强一倍 采用弹化加数字阵列技术 这是目前最先进的雷达体制 提升对空对面 DEAD SEAD和电子战能力 其探测能力据称将超越歼20早期批次战机的 有源相控阵雷达 和解放军歼35和新歼20的弹化加数字阵列雷达持平 如果说是这样 F35的雷达探测能力将一步到位 而美军对于EOTS系统的升级也是出乎预料 F35Block 4战机将装备二代EOTS系统 系统结合了红外成像和红外搜索跟踪 有空对空跟踪红外成像 宽裕ARST 第二代相比第一代分辨率达到4K 放大倍率提升 红外成像非常清晰 而据称 G20的EOTS系统目前只有2K的分辨率 F35Block 4战机能够在更远的距离发现G20 此前在武器搭载方面 F35Block 4战机一直备受诟病 主要是因为原本F35弹仓 只能搭载4发AM120D中具弹 但是无法挂载AM9X格斗弹 但是现在F35Block 4战机内部弹仓 设置了新型武器挂架 使F35弹仓能够挂在6发中具弹 包括最先进的AM260 而且能在弹仓内挂AM9X Block 2格斗弹 终于补齐了无法携带近距格斗弹的短板 F35Block 4的航电架构是升级后的TR3 它将极大的提高战斗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 新架构在软件上的性能提升是非常显著的 是F35战机的25倍以上 有意思的是在发动机选择上 美军方炒作一团 F35发动机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在现在F135发动机上的改进 增加10%推力和10%航程 另外一个就是更先进的变循环发动机 变循环发动机可增推20%左右 航程增加30%左右 可大幅度加强F35的飞行和机动能力 然而成本极高 因此美国空军在2024彩年的预算里 把研制下一代变循环发动机的预算给砍了 看起来还是要选择改进F135发动机 按照美军的规划 2027至2029要开始大量列装F35Block 4战机 这款战机性能毫无疑问 要超过中国早拼次生产的歼20战机 性能直逼5.5代机 不过好在这些年我们并未远地踏步 研发了一系列的升级型 如歼20B、歼20BS战机 因此歼20也是具备类似Block X的升级能力 未来歼20也会不断进行系统升级 确保对美国空军的技术优势 对美国空军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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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清楚了吗 对美国空军的技术功师